宅家实验室 上期视频我们搭建了一台全固态NAS 以及展示了四个超有用的应用场景 今天我们就来玩点新花样 在NAS上部署大名鼎鼎的开源自动化工具N8N 把它变成我们真正的效率中心 简单来说 N8N就像一个数字世界的连接器 你可以用它把各种APP和服务 比如Gmail RSS AI模型 像搭积木一样连接起来 让它们自动为你工作 而且可以搭建在自己的私有NAS上 数据更安全 功能也更强大 今天这支影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 NAS上搭建N8N 第二 两种实现谷歌认证的方法 一是免费便捷的本地DAC认证 再把密钥和证书签移至NAS 二是使用自有域名获取认证 第三 如何外网安全访问N8N 第四 介绍一个AI新闻简报工作流 当然根据个人兴趣和需求 你可以点击描述栏的影片章节节点 跳过你不想观看的部分 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我们先进入到群晖DSM的主界面 然后点击container manager 以前叫docker去装N8N镜像 点击仓库 再搜索框 输入N8N 第一个就是N8N了 单击再点击download this image 下载这个镜像 然后默认latest版本 点击download 开始下载了 大概1GB左右 自动跳到了镜像栏目了 下载完成后 点击N8N镜像 然后run运行镜像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开始 从镜像生成一个N8N的container容器了 container name改成N8N吧 点击Next 下一步 我们就把这个端口写成5678 然后就是添加一个N8N容器 在NAS上的映射文件夹 点击添加文件夹 选择Docker文件夹 再点击新建文件夹 填N8N OK 点击选择 N8N容器的所有的相关资料 都会在这个文件夹 后面还会用到这个文件夹 这个是Docker虚拟系统里的N8N文件夹 我们给它的路径是 Home Node.N8N 往下翻 到环境变量栏目 我们如果需要再用HTTP 这样的非安全的协议 访问这个N8N的话 需要加上这个环境变量 点击添加 输入这个N8N安全访问cookie 直填入force 这样的话 就能在HTTP的非加密的网页链接访问 点击Next 再点击Dong 这个container创建完毕 点击container 看这个绿点 表明它已经自己运行了 我们可以进到文件管理器 看一下Docker文件夹下面的N8N文件夹 里面都是N8N用到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用浏览器访问N8N服务 NAS IP地址后面 加上冒号和端口号5678就能进行访问了 突然报错了 这个IP地址前面是HTTPS 删掉一个S就好了 这是N8N的注册界面 你可以填入自己的email地址等信息 下一步 选择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点击开始Get Started Send Me的License Key 免费获取付费版的功能 游箱里面就会找到Key 大概率在垃圾信箱里 记得检查一下 这就进到了N8N的主界面了 点击这三个点 点击Setting 点击Activation Key 粘贴上密钥 Activate 点击返回主页面 我们可以创建第一个工作流Workflow 点击左上角的加号 点击Workflow 点击IDD First Step 搜索Gmail的节点 选择Gmail 点击Action 找到Send Message 给我的Gmail邮箱发送一个邮件 我们就进到了这样的设置里面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谷歌授权 以访问谷歌服务 Create a new credential 我们看到这个OAuth的重定项URL 是Local Host 这个不对的 用NSIP地址去申请OAOUT认证 也会报错 因为安全原因 谷歌只接受Local Host 就是本地安装的或者是域名 所以就先关闭 接下来一部分会介绍 如何免费便捷实现谷歌认证 介绍两种方法实现谷歌认证 第一种方法就比较经济便捷些 我们可以在Windows本地的Docker 建立一个N8N容器 轻松地在本地获得谷歌授权 然后将本地的谷歌授权文件转移到NAS里的N8N中 打开桌面上的Docker 点击搜索栏 搜索N8N 点击第一个N8N的Docker镜像文件 点击Pull 就会开始下载 好了后会显示在镜像栏目里 直接点击运行此镜像文件 出现了新建容器界面 端口5678container name N8N 点击三点 选择Windows里的镜像文件地址 可以在Document里面新建一个N8N文件夹 然后选择这个Select Folder N8N容器中的路径和NAF里一样 还是Home Node 然后是环境变量 变量名写这个 GeForce 这样的话可以通过 非加密的HTTP协议访问 点击Run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开始运行 最后点击这个网址 是它的本地运行地址 看又到了N8N的注册界面了 再注册一下 我这就略过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Workflow 添加一个Gmail send message节点 点击Create a New Credential 看见这里的All of URL本地地址 对了 现在我们开始去做谷歌认证了 打开谷歌云控制台网页 用你的谷歌账号登入 进来了以后呢 点击这里的三点 点击新建项目 名称N8N Test 点击创建 显示正在创建项目 点击选择项目 看这里就显示了我们新建的项目名字了 点击搜索框 搜索Gmail 点击Gmail API 点击启用 点击All ofs请求页面 点击这个开始 应用名称写N8N 自己的邮箱 下一步 受众群体选外部 下一步 填邮箱 下一步 勾选同意 点击创建 选目标对象 添加用户信息 填邮箱 点击保存 点击客户端 点击创建客户端 应用类型选择外部应用 名称N8N 点击添加URL 到N8N界面复制这个URL 粘质 粘贴进来 点击创建 出现了客户端ID 和密钥 一定要保存这个密钥 只会显示这一次 点击复制 分别都粘贴到N8N的ClientID 和ClientSecret 点击登入谷歌 选择你的用户名登录 继续 全选 继续 成功了 Connection Successful 关掉授权界面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N8N是否能真正的发送邮件吧 填入收件邮箱 填主题 Hello 然后邮件内容 你好 点击执行这一步 执行成功了 登入邮箱查看一下 是否能接收到这个邮件呢 你看看这邮件就在这了 内容是 你好啊 说明我们那个本地端配置成功已经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把本地N8N授权文件转移到NAS吧 找到Document路径 找到N8N文件夹 这里面是N8N配置文件 包含谷歌认证信息 全选这些文件 再进入到NAS界面 打开文件管理 点击Docker 打开N8N文件夹 全选 删除这些文件 后把本地N8N文件夹里的文件全部拖拽到NAS的N8N文件夹 这就转移好了 接下来看看转移效果吧 来到容器管理界面 先把这个容器给停止 Stop 再启动 地址栏输入N8N地址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我在Windows本地的N8N Workflow就在这里了 点击进去 双击Gmail图标 Gmail account授权还在 邮件信息都没变和本地一样 点击执行看看怎么样 成功了 再登入邮箱 看看有没有新增一封邮件 在这刚接收到的 内容是你好 成功发送了 这样我们就成功配置好了 NASN8N的Gmail谷歌认证了 基本原理是 我们在远程输入域名 Cloudflare会帮我们通过隧道 转发本地的N8N服务信息 我是在Cloudflare网站购买的域名 点域名注册 但是具体的步骤我就不演示了 我这个域名大概是花了 五点几美元一年 往下翻 点击Zero Trust Network 然后Tunnels 创建新的Tunnels 然后选择这个Select Cloudflare 名字N8NTest Save Channel 这样你可以去配置你的Channel了 我的N8N的Channel名字是这个 点击它 Edit 点击Public Host Names 可以点击添加 我已经添加好了 我点击编辑 看看怎么设置它 这里填子域名N8N 这是我的域名 然后Path不用管了 这个转发的地址是http URL就是NAS里的N8N服务地址 记得加上端口号 Save 点击Overview 这里是告诉你在不同的系统里 如何运行Cloudflare转发服务 我们用Docker去进行转发 点击Docker标志 点击复制这个含有令牌号的Docker命令 在Windows运行CMD命令行 用SH服务去连接NAS 确保你的NAS开启了SSH服务 SSH用户名 ATNAF地址 输入登录密码 连接到了NAS粘贴并运行刚复制的Docker命令 回到NAS的容器里面 通过N8N镜像文件新建一个N8N容器 一开始的步骤都一样 我快速地过一下 还要再加一个域名地址的环境变量 直视刚设置好的域名 Next 当完成 N8N服务开始运行了 通过域名访问N8N 看到了N8N注册界面了 我就跳过注册步骤了 N8N主页新建工作流 添加Gmail服务 选Send Message 点击Create New Credential 可以看到这个回传地址 就变成了我们输入的域名了 通过这个地址 我们可以成功地实现谷歌授权 步骤请参考之前 在本地Docker做的 就不再演示了 Taleskill可以实现安全快速的远程NAS访问 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安装有 Taleskill的外网设备和NAS间 建立直接的私有链接 能实现安全快速的通信 这个链接比群晖的Connect ID快很多 打开Package Center 搜索Taleskill 我这已经安装好了 第一次使用的话 可以点击下载Install 找到Taleskill 点击这个图标 我已经登录过了 第一次打开的话 可以选择用Google账号登录 非常方便的 这是我们的NAS 在Taleskill虚拟网络中的地址 点击下拉菜单 然后点击复制这个NAS地址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 在外网访问NAS中的N8N了 粘贴缸的地址 加上端口号 访问 好像失败了 我们还需要在Windows上 安装并登录Taleskill 我安装好了在桌面上 点击运行 这是Taleskill的运行图标 右击 第一次使用的话 需要用同一个账号登录 Taleskill就会为每一个设备 创建一个私有IP 这样的话 每个外围的设备 都能通过这个虚拟网络和NAS连接 再来试下这个网页吧 刷新 现在应该就好了 进入到了N8N的登录界面了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在外网访问我们的N8N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 AI新闻简报工作流 点击进去 先大致的过一下 第一个是工作流的触发器 第二个是RSS Reader新闻链接源 限流器可以限制新闻的数目 比如三条 你减少爬取数据所花的时间 之后是FireCrow的爬虫节点 它负责爬取新闻链接的内容 新闻内容被传送给了AI代理节点 它搭配一个Gem9模型的分析节点 可以把你爬取到的新闻内容 提炼成简报 然后我们三条简报内容呢 会被这个合并器节点 合并为一条内容 然后通过Markdown节点 把Markdown格式转化为方便我们阅读的HTML格式 最后把HTML内容 通过Gem9节点转发到你的邮箱 这就是大致的工作流流程 再来看一下各个节点的设置吧 第一是触发器 我一般设的是按小时触发 每8小时发送一次 然后这个RSS节点 我们可以用这个Hack News Point 10是指 只节选这些点赞大于10的新闻来源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自己 感兴趣的RSS地址 Limit节点的话 可以双击进去 修改你要的数目 然后这是一个爬虫节点 FireCode 这个节点N8N不自带 需要去社区添加它 点击左下方的三点 Settings 然后Community Node 需要复制一下这个信息 然后点击Install 粘贴名字 勾选Understand 然后点Install就行了 如果你不知道节点名称 你可以点Browse 然后在这进行搜索你的package 双击节点 点击FireCode账户 点击编辑 需要一个API密钥 我们可以去官网轻松获得 打开这个Fireflow的官网 然后直接用Google账号授权登录 登录之后 这个API Key可以看见这里 然后点复制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Key粘贴进来 你肯定会觉得麻烦 我也试过替代FireCode 用HTTP Request和HTML的Extract节点来替代它 但是这样非常容易被网页反爬虫功能给block掉 这些爬取好了的数据会为给这个AI Agent的节点 点击看看 把上一部的Data拿过来 Option是让它总结新闻 生成简报 我们实际上是用Gemini大模型去处理的 双击Gemini进来添加你自己的API Key Gemini怎么获取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Google AI Studio里面 Generate你的API Key 然后尽量选一个Flash的Model 运行会快很多 合并器节点负责汇总内容到一条 生成Output信息 这些内容是Markdown格式 不适合直接阅读 Markdown节点负责排版内容 排版成适合阅读的HTML格式 这是Join函数 会把每一条新闻中间 加一个断号连接在一起 最后到了Gmail的节点 当然你可以加上自己的那个Credential 之前已经讲过了 然后Resource就Message 这是邮箱地址 主题新闻 然后这个格式是HTML 数据是JsonData 我们来点击从头执行一次吧 执行完成了 我们可以去邮箱里查看这条新闻简报 这就是我们的简报邮件了 成功了 最后我们可以Active这个工作流 这样它每隔8小时就会给你发送一次新闻简报 我们可以导出这个工作流 点击三点 下载 会生成一个Json文件 还可以点击三点 点击从文件导入 找到这个Json文件就好了 这就是整个工作流了 点击保存 这里可以改名 有需要的 请联系我的邮箱 邮箱地址 只见视频描述区 我会尽快分享给你 你只需要修改FireCrawl和GmailM1 和加入你自己的谷歌认证 赶紧去试试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信息助理吧 我们玩NAS 玩效率软件 追求的不仅仅是折腾的乐趣 更是希望通过技术 将我们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去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 N8N就是这样一款 能赋予我们这种能力的工具 你可以用它来自动记账 监控网站 同步文件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连不到 你最想用N8N实现什么自动化流程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下 你的鼓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